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现在是不是有大落了 我不知道 可能是 我这个不太知道 但是我相信这个股票一定是会有涨落的 中国这些年呢 我觉得是把财富当成的一个唯一的最高的一个好像人的追求 甚至我听我们这边的1300 我也不怕说出 他做广告 他做的一个广告 就说除了智商 情商之外 还有财商 所谓财商呢 就是做生意赚钱的才能 我从来都不信什么财商 我看今天的中国 很多人致富 当然有人是靠个人 但是大部分是很多的人 是靠 不是靠个人的努力经营 而是靠时机 靠投机取巧 靠政府撑腰 或者靠股票 股市 楼市 其实呢 今天的状况呢 并不是中国独有的 古今中外都一样 所以圣经说 日光之下无心事 今天我们看的阿摩斯书的经文呢 就特别针对那些不义的妇人 讲到他们的恶行和他们的下场 我觉得呢 也是很有意义的 阿摩斯书呢 很多弟兄姐妹不太知道 他是旧约的《十二小先知书》的第三卷书 我们知道在主前八世纪的中期 就是大概两千八百多年前的时候 以色列呢 就分裂成了南北两个国家 那么这位阿摩斯呢 他是南国犹大的一位先知 你们椅背上有圣经的 你们可以翻到一千零七十三页 我希望我说得不错 我看一下 一千零七十三页 这就是旧约的《小先知书》当中的阿摩斯书 那如果翻到的话呢 这个 他的这个历史背景在第一章一节 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 大家翻到了吗 好 请 当尤大王乌西亚 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 耶罗伯安在位的时候 大地震前二年 提格亚木人中的阿摩斯 德默士论 以色列 先听到这里 那么这一段经文呢 可能中间有很多人名 有些地名 大家不太清楚 我们接下来会慢慢讲 那么这一段经文呢 先讲出了一个时间点 这是在南国 尤大王乌西亚 我刚才讲分成南国北国 南国是乌西亚 做国王的时候 北国呢 以色列呢 是耶罗伯安二世 他们两位君王同时在世的时候 当时呢 又发生了一场大地震 在巴勒斯坦地区 所以这样这个时间呢 就很比较准确 就是大概在主前的七百五十几年 到七百六十年 这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时代的早期 那阿摩斯呢 他是在什么地方 听到神的呼召呢 是在提戈亚 那么提戈亚呢 他是在犹大国中部的 是一个小镇 在耶路撒冷的东南方向 十八公里 在伯利恒 就是耶稣诞生的地方 以南十公里 是在一个高山上 那是很高的一座山 大概有八百多公尺 那么从那个山上呢 就往下看 可以看到犹大的旷野 甚至可以看到 耶路撒冷的橄榄山 提戈亚的意思呢 就是支搭帐篷 或者是一个堡垒 山上的堡垒的意思 那么这边呢 介绍了阿摩斯是南国人 我们刚才讲南北两国 但是呢 神这时候呼召他 让他北上到以色列 到以色列的一个具体地点呢 就是到伯特利 去向那里的百姓 传讲神的信息 那实际上 他大概不行的话 一天就可以到那边 那么阿摩斯这个名字的意思呢 就是背负重担 有使命的这个意思 他本身呢 阿摩斯呢 是一个 我们知道有些先知是很 是贵族 比如说以色亚 但是阿摩斯 他是一个出身贫寒的一个人 他住在 他没有住在耶路撒冷 我们知道犹太人里面 大部分都住在耶路撒冷 他住在犹大地的 中部的一个山区 他本人呢 这边讲他是牧羊人 他也修理桑树 就是残吃的那个桑树 那么当时呢 在北国和南国 都有先知学校 训练先知的 那么阿摩斯这个先知呢 他也没有上过先知学校 他自己在第七章那里说 我原不是先知 也不是先知的儿子 他的背景是这样的 我是牧人 又是修理桑树的 耶和华选招我 他是神直接选招的 是我不跟从羊群 神对我说 你去向我民 以色列 说预言 就是让这个南国的先知 去到北国以色列 说预言 为什么要找 阿摩斯 去说预言呢 先知学校里有几百先知呢 因为阿摩斯 第一 他对神忠心 第二 他出身贫寒 他非常了解当时的社会上穷苦人的状况 他也为了传扬真理 他是一个耿直的人 他不怕得罪权贵 所以阿摩斯呢 是南北国分裂之后 第一位去北国传达神警告的南国先知 那么当时在北国呢 还有先知 和西阿和约拿 约拿你们大概都知道 就是跑去那个 进了一条大鱼肚子的那个约拿 那么当年的这个 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呢 他们的族群状况呢 是这样子的 那么 那么以色列呢 是先祖雅各的十二个儿子 组成的十二个支派 其中十个支派呢 他们后来就驻扎在了 犹大地巴勒斯坦的北国 那么两个支派呢 就是犹大支派和边亚敏支派 他们就驻扎在了南国 所以我们知道南国有两个支派 北国有十个支派 那么这两个国家 你们可能说 今天我们都没有听说 因为这两个国家 分别在主前七百多年 就是北国以色列 和五百多年 就是犹大 分别被当时两个世界上 最大的强国 亚述和巴比伦所灭了 所以我们说 以色列灭国复国 他就是那个时候被灭的 但是呢 在阿摩斯的时代 我们讲到是在主前 七百多年的时代 是北国以色列 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 都最最繁荣的时期 那时候呢 以色列 你知道以色列周围 都是他的敌人 可是在耶罗伯安二世的时候呢 北国以色列 收复了他大部分的领土 从哈巴口到亚拉巴海 阿拉伯海 到死海 他甚至呢 把当时亚兰 就是叙利亚的首都 大马士革都给占了 他是最 是他最强盛的一个时期 他国内的经济贸易 也非常发达 但是他当时 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社会上贫富悬殊 而且全国的老百姓 大部分人都追求物质享受 富人穷奢极欲 狡诈 狂妄 而且就是肆无忌惮的 欺压穷人 社会风气 非常的糜烂 非常的腐败 那他们的腐败呢 有一个根本的原因 就是他们在宗教上 受到了当地 迦南宗教的影响 他们崇拜精灵 拜金牛犊 拜各种迦南 就是本地的 这些人的 这些人的 所拜的这些假神 他们完全放弃了 独一真神的信仰 那么很多人呢 他还是拜的 就像中国 现在什么那些 佛教的庙 香火也很盛 很多人还是在拜的 他们很热心的拜 很热心的给钱 可是不知道自己 拜的是谁 不知道自己信的神 是谁 所以这些事情 在他们最繁荣的时候 已经大大的得罪了神 那么这个时候 神就拆了这位 贫苦人的先知 阿摩斯北上 所以阿摩斯 不是依靠势力 不是依靠才能 他是依靠神的灵 和神的护照 列王纪下 特别提到先知 说 耶和华借众先知 先见 劝借以色列人 和犹大人说 当离开你们的恶行 谨守我的诫命律例 遵守我吩咐你们列祖 并借我仆人众先知 所传给你们的律法 阿摩斯是众先知中的一位 那么神差派他 去谴责北国的富人 和有权势的者 有权势的那些人 宣告审判的信息 也要替穷人伸张正义 他肩负着这样的重任 当然也就遭到了 北国权贵的激烈抵制 他知道自己的这种状况 还是依然北上 他说 耶和华若不将奥秘 只是他的仆人众先知 就一无所行 狮子吼叫 谁不惧怕呢 主耶和华发命 谁能不说预言呢 就是随千万人无王矣 因为神的呼召在那里 好 那么阿摩斯发出的主要信息呢 主要就是讲神的公义 他连续五次发出警告 指出你们虽然现在富裕 但是你们信的神 是行公义审判的神 那些欺负贫寒的压碎 贫乏人 又不肯悔改的人 将来必会受到灾祸的报应 所以呢 在阿摩斯书当中 一共有三组预言 在第一组呢 第一章第二章 他先发出了警告 这个警告呢 就列出了以色列 和他周边的所有这些 背弃神 败假神的国家 指出他们的罪 那么第二组呢 在第三章到六章 主要是指控以色列人 他们辜负主恩 背逆真道 预言他们 这些背逆者 将来必要遭报受罚 那么第三组呢 是希望的信息 他从他所看到的意象里头 宣告了神的审判 和以色列的败亡 但是呢 也预言以色列人 要归回故土 就是1948年 他们复国了 和他将来的复兴 那么最后一段呢 是一个非常甜美 非常有盼望的信息 说日子将到 大山要滴下甜酒 那些葡萄园 全部向滴下甜酒 小山都必流奶 很多的牲畜奶牛 我必使我名 以色列被掳的归回 所以这是先知的预言 而且后来都应验了 那么今天呢 我这是大概介绍了一下 阿摩斯书的整个的内容 那么今天呢 我们讲的在第五章 第一节到十七节 我可能会稍微多讲一两节 这一组呢 是专门针对以色列唱的哀歌 那么刚才讲过 北国君王耶罗伯安 在世的时候 是一个盛世 他在位有四十一年 是一个在位最往 最长的一个君王 那时候版图扩张 经济强盛 实际上呢 这是神宽容和怜悯 他的百姓 神爱他的百姓 可是百姓 却把他误解为 就是神在祝福我们 因为我们做得太好了 神就喜欢我们 因此呢 很多人就放荡 生活奢侈 不守律法 那么神就说 在八章那里就说 北国像什么呢 像那个熟透了的果子 看见很漂亮 很好吃 但是马上就要腐败 就要烂掉了 神最憎恶的是 他们拜金牛犊和假神 多行恶事 那么这时候呢 神派阿摩斯 给他们一个当头棒喝 告诉他们 你们已经死之将至了 所以呢 他用哀歌的形式 来唤醒以色列人 哀歌呢 就是以色列人 在他们的亲人死亡的时候 所唱的这种叫晚歌 那么在一个国家 全胜的时候 唱起了哀歌 就预告着 这个国家要大获临头 所以这件事呢 也令当时的百姓 非常的震惊 我们先看第五章的 第一节到二节 你们也可以看 你们的bulletin也可以 你们看那个黑色的神经 也可以 黑皮的神经 以色列家啊 要听我为你们所做的哀歌 以色列 处女跌倒 不得再起 躺在地上 无人搀扶 我们看新之书啊 常常会出现一个形象 就叫 以色列的处女 这个以色列处女呢 就是比喻他和神的关系 你知道以色列人非常非常宠爱 他们的女儿 因为这个女儿在出嫁之前呢 在家里面是爸爸妈妈的宝贝 一出嫁以后呢 就变成在别人家要掌管家务 要干很多活 所以呢 神就常常称以色列 是他这个童真的 没有出嫁的女儿 这里呢 说他跌倒 不得再起 躺在地上 无人搀扶 就是一个女孩子 富人家的女孩子 被卖身为奴的状况 而且他在大灾祸中 得不到任何的救助 任由仇敌来蹂躏 对父亲这是追心之痛 第三节 主耶和华如此说 以色列家的城 发出一千兵的 只剩一百 发出一百的 只剩十个 这是指以色列的军队 要全军覆没 而且只有十分之一的人 能够从战火中逃生 所以呢 实际上 在一千多年前 神的仆人摩西 在以色列人 要进迦南地之前 就警告过他们 耶和华 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 你从一条路去攻击他们 必从七条路逃跑 所以这个 阿摩斯告诉他们 这都是马上要变成的事实 那么 以色列人的前途 既然是这样的悲惨 那么第四节呢 先知也指出了一条活路 然后接下来的两节呢 都用 主耶和华 向以色列家如此说 耶和华神如此说 说什么呢 你们要寻求我 就必存活 那怎么寻求神呢 接下来第五节 就是三个不要 不要去伯特利寻求 不要进入吉甲 不要过到别世吧 因为吉甲必被掳掠 伯特利也必归于无有 这三个地点 都是以色列人 拜假神的地方 以色列 伯特利是北国以色列 拜金流毒的中心 吉甲是他们拜外邦偶像的地方 而吉甲这个词在原文当中 就和卢列是同音字 别世吧 其实是在南国 而且本来呢 是神向以色列的先祖雅各显示的地方 这时候成了一个拜偶像的中心 所以呢 以色列人在吉甲 在伯特利 在别世吧 祝坛向甲神献香 向金流毒献祭 所以阿摩斯警告他们 耶和华 根本不在你们献祭的地方 神非常证悟你们这些献祭 这是他们走向灭亡的根本原因 归于无有 这个阿摩斯说他们这些人要归于无有 在原文这个意思呢 就是罪恶和忧伤 因为这是一首哀歌 这三个不要呢 就是禁止百姓去向偶像献祭和敬拜 也给他们指出一条活路 要脱离痛苦和审判 就要寻求神 第六节就教训了他们 讲了三个不要做的事情 然后就第六节告诉他们 要做的事 要寻求耶和华就必存活 免得他在约瑟加向火发出 在伯特利焚烧无人扑灭 我们知道耶路撒冷 是以色列人的敬拜中心 今天是 所以他们在其他地方拜偶像 是必死无疑 只有到耶路撒冷 寻求耶和华 就必存活 那么这句里面讲的 约瑟加是什么意思呢 约瑟加呢 是北国 我刚才讲北国有十个支派 是北国十个支派里面 两个非常重要的支派 他们都是约瑟的后代 就是以法连和马拿西 在其他先知书 特别是和西亚书章当中 也多次地用以法连来代表北国 以色列 那么以色列的先祖雅各呢 他有十二个儿子 形成了十二支派 约瑟和宾亚明 是他最小的两个儿子 那么约瑟又生了两个儿子 是以法连和马拿西 他们呢 都在 一个在北国 一个在南国 有他们自己的地 那么宾亚明的地呢 在南国犹大的最北面 以法连呢 在北国的最南边 他们是连在一起的 那么再往北呢 就是马拿西的地 所以呢 阿摩斯就警告他们 不要在以法连境内的 伯特利 去设金流毒和拜偶像 这是他们祖先做过的 如果他们不听 神的怒气 说在约瑟家 就是在以法连他们家 要向火发出 在伯特利焚烧 无人扑灭 那么这第五第六节呢 是讲以色列人 对神不忠 接下来 第七节 讲他们 对人不义 我想对人不义 在中国 我们今天也看到很多 说什么呢 你们就是公平 变为阴沉将公义 丢弃 余地的 阴沉呢 也叫苦爱 是一种 很苦的一种植物 好像 我们用它 熏蚊子 好像也可以入药 那么在圣经当中呢 阴沉呢 通常就代表了苦 的同一词 那他 先知这边讲 他们已经把公平 变成了苦毒 那么实际上呢 法律意义上的公平 在圣经当中 还是不止于此 还有更广泛的意义 就是 如果对政府而言 就是要公平地 使用权力 让司法机构呢 能够正常地运作 能够保护弱者 震慑强者 那么对个人而言呢 就是你要公正 要诚实地 从事商业活动 恪守你的承诺 不欺负弱势群体 那么公义呢 在希伯兰原文当中呢 是指神的眼中 看为正的事情 包括你处理 人际关系的时候 你的标准和行为 那么将公义丢弃于地 就是说 你已经没有 已经在行不正的事情 已经没有了正确的标准 那我们看到呢 其实不公义的人 他不一定真正地触犯了法律 如果说不公义的人 触犯了法律 监狱根本就装不下人了 这些人 他们的内心是黑暗的 他们恨恶正直的人 而且呢 利用法律的控制 压榨平民 掠夺资源 收取贿赂 这些人就像阴沉 像苦胆一样 毒害着人群和社会 所以呢 如果你们看圣经 现代中文译本的 这第七节 就和原来的 和合本翻译的 很不一样 它是非常清楚地 总结前面这七节 说你们要遭殃了 因为你们歪曲正义 剥夺了人民的权利 这是现在中文译本的翻译 然后呢 从第八节开始呢 又开始了另外一段的哀歌 前面呢 是指责以色列的不公不义 那么这一段呢 就开始从正面去呼吁百姓 要认识造物主 要除去偶像 说什么呢 说要寻求那造某星和参星 诗四音变为晨光 使白日变为黑夜 命海水浇在地上的耶和华 是他的名 他使力强地呼召灭亡 以致保障遭遇毁灭 这里呢 就告诉百姓 你们拜偶像 遭致灭亡 所以你们要单单寻求什么呢 就是寻求那创造天地 掌管万物 有至大全能的神 刚才讲 当时近东人呢 他们除了拜金牛犊 还把各种天上的星星 都当作偶像来拜 所以神就告诉他们 天地 星辰 都是神造的 这里说的参星 是白虎星座的一位 还有那个叫某星 他们都是猎户星座当中的两位 是当时的人都知道的星星 所以当人举头望天的时候 就能看见神造的日月星辰 然后这边也讲 神造 大地 海水 控制力强的 就是这些自然灾害 洪水 飓风等等 所以只有最渔玩的人 才不去崇拜救世主 而去崇拜受造物 在偶像的祭坛上上香 这是惹祸上身 十节和十一节就接着说 怎么样用公平公义来带人 他们当时做哪些惹神生气的事情呢 这边就说 你们怨恨那在城门口责备人的 憎恶那说政治化的 你们践探平民 践踏平民 向他们勒索麦子 你们用凿过的石头建造房屋 却不得住在其内 栽种美好的葡萄园 却不得喝所出的酒 城门口呢 在我们中国人可能不太明白 是一个什么地点 那么在古代近东呢 那个城其实都很小的 就像一个小的社区的门口 那么在太平的日子里呢 老百姓呢就会到城门口 去聊天啊聚会啊 或者城门的门洞 那个阴凉底下 你知道中东是很热地在那边乘凉 那么城门口呢 也是以色列人的重要的 集会贸易的场所 那么城中的长老呢 他们就担任一个法官的责任 就在城门口那个地方 就是我在公开的场合 公开的断案 那么蒙冤的百姓呢 他也不会去找私人 而是到城门口那个地方 去喊冤 可是这边讲呢 当不义的妇人 他们随意地践踏平民 放高利贷的时候 那么受屈的穷人呢 他们就到城门口 去找这些长老 秉公断案 那么神呢 在这里呢 也警告这些有钱有势的人 即便你今天造了石头的豪宅 却住不到里面 栽种了好的葡萄园 却喝不到你的葡萄酿的酒 那么古代以色列的穷人呢 他们有点像中国的穷人 他们住的房子呢 就是用那个碎的卖街草荷上泥 做的那种一块一块的土坯 造的房子 只有妇人才用 找好的一块一块的石头 造豪宅 可是四十年后 以色列国家灭亡 妇人根本就会失去 他的豪宅和葡萄园 先知接下来的指责 就更厉害了 我知道你们的罪过何等多 你们的罪恶何等大 你们苦待义人收受贿赂 在城门口驱往穷罚人 所以通达人见这样的时事 必静默不言 这边讲呢 就是当时 以色列那么富裕的时候 他的社会不公义的现象 已经到了这种状况 就是恶人张狂 罪恶何等大 他们甚至到公开审判的地方 到城门口去收取贿赂 驱罚穷罚人 这时候该说政治话的长老 不敢再开口了 不敢再行公益审判的职责 因为长老如果反对这些 有权有势的富人 他自己的生命堪忧 那么这边接着讲到的通达人 是指那些聪明的人 有洞察力的人 当一个社会失去了公益 陷入了混乱 通达人他就看到 这个时事是太恶了 国家走向灭亡的命运 已经没办法挽回 所以通达人 正义的人不开口了 静默不言 所以这也值得我们反思 今天的教会 是不是也有不公平的事 在畅通无阻 是不是信众都静默不言 那么这样子 作恶的人胆量越来越大 为真理做见证的人 越来越少 我们今天最缺乏的 不管社会上 还是教会里 就是愿意为真理 挺身而出的信徒 那么也讲这些人呢 他们也像川剧的变脸一样 一见到富人 就装出笑脸 为了得到钱财和利益 一看见穷人 脸马上就变了 冷酷无情 无动于众 所以阿摩斯指控了 他们的践踏公平 也宣告了审判的信息 神绝不会允许这样的恶人 在神的家为非作歹 所以十四到十五节 先知说 你们要求善 不要求恶 就必存活 这样耶和华万君之神 必照你们说的 与你们同在 物恶好善 在城门口秉公行义 或者耶和华万君之神 向约瑟的愚民 施恩 在以色列的百姓 最富裕的时候 在他们以为神与他们同在的时候 先知不但 发出警告 要他们悔改 告诉他们 要求善 不要求恶 就必存活 是告诉他们 即使国家到了穷途末路 如果有很多的人 他们真心地信神 他们求善 国家 就可能存活 而 这些求善的个人 也可能成为 灭亡之中的愚民 就是活下来的人 这样呢 神必照你们所说的 与你们同在 就是说 百姓 只有恢复 敬前的生活 神 才会与他们同在 并且施恩 但是呢 即便如此 即便会有愚民 但是审判的结局 已经定了 就是 以色列 和犹大灭国的命运 已经定了 只是那些 约瑟的愚民 那些 就是 真心 向往神的人 会蒙神恩典 在灭国之后 得以存活 那么我们看到 今天的历史 已经证明了 以色列人中 的确有很多 约瑟的后代 他们蒙恩 存活到了今天 而且在以色列国中 所以我们要记取 这个惨痛的教训 表面的 兴旺 富足 不一定与神同行 只有真心的爱神 和爱人如己 有行公义 好怜悯 谦卑的 善待 你的弟兄姊妹 你的邻舍 才会蒙神的喜悦 那么 十六到十七节呢 这边可能 我不知道 今天的波罗腾上 可能我没有放 但是呢 我就顺便 说两句 十六和十七节呢 是更加痛彻心肺的哀歌 就是说呢 警告他们 如果 神这样的 反复地派先知 来劝诫你们 你们还死不悔改 那这个灭亡的命运 是无法逃避的 所以这边说 主耶和华万君之神 如此说 在一切宽阔处 必有哀嚎的声音 在各街市上 必有人说哀哉哀哉 又必叫农夫来哭号 叫擅唱哀歌的来举哀 在各葡萄园 必有哀嚎的声音 因为我必从你们中间经过 这里宽阔处呢 就是刚才讲的 城门口的广场 或者是公共场所 街市也是比较宽阔的空地 那么这些地方呢 都是以色列人 举行公众的丧礼的地方 就像中国人 打着那个翻在街上走 这样子的 所以呢 先知连续用两个 哀哉哀哉 就说到了那一天 以色列全地 到处都是丧礼 那么擅唱哀歌的 就是指以色列跟中国人一样 有专业的这种哭丧的人 农夫来哭号 可能就是哭丧的人 那个专业的人不够了 农夫也被叫来 各葡萄园有哀嚎的声音 葡萄园是以色列人 庆丰收喝酒跳舞唱歌的地方 这时候葡萄园里面 也有哀嚎的声音 那么说神从哀哭的人中间经过 是什么意思呢 很多人会理解 神还与他们同在 其实呢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古代的中东人 中东人对立约这件事 非常重视 他们立约的时候 要做一件事 就是把一只羊或者一头牛 杀了以后 从中间 从头这个地方 一直劈到尾巴 把它劈开 劈开以后 立约的人从中间走过 表示呢 今天我们立了约 如果你将来委约 就像这个牲畜一样 被劈成两半 所以呢 先知就告诉他们 你们今天受到这种惩罚 被劈开 国家被灭 是因为你们违背了圣约 当以色列的神 从以色列地经过的时候 就像从这个立约的牲畜中间走过 四面八方都是哀歌 当然我们看出埃及记第十灾 就可以知道当时 在神经过的地方 埃及全城的长子 全都死了 所以这些惨痛的历史教训 是值得我们深刻反省的 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 在这个阿摩斯当中 阿摩斯书当中呢 举出了一个国家灭亡 就是他们以色列灭亡的 根本的原因 就是他们有三类的罪 第一类就是操控宗教活动 然后拜异教的这些神 同时呢 又漠视生活中的公平公义 那么第三类呢 第二类呢 是他们安逸自满 恶待穷人 第三类呢 是他们自我放纵 随意犯罪 信息的结尾呢 就宣告了毁灭要到来 而这个毁灭 四十年之后就真的到来了 传道人在主日讲道当中呢 很少讲小先知书 因为小先知书呢 虽然也讲神的爱和救赎 但是有很多警告的信息 因为先知书就是警告 以色列和犹大的国家 将要灭亡 因犯罪而灭亡 那么很可惜的是 当时的以色列国和犹大国 他们都没有听从先知的话 最后呢 就真的灭亡了 实际上呢 我们今天讲先知书的信息 因为两千多年 两千七百年过去了 直到今天 在全世界 以色列人当年犯的罪 还在不断地被重复 我们今天在教会里 我们是神的子民 我们自己 还有我们的家人 我们的后代 都在神手的掌管之下 神爱我们 保守我们的一生 只是我们自己 如果不知道感恩 如果不自量力地 被你自行歧视 以为没有后果 那先知书已经告诉我们 自作孽 不可活 当然 神有恩典 任何时间我们悔改 神都会有恩典 所以阿摩斯当年就高呼 当预备 迎见 你的神 我们今天 不管你在什么样的状况当中 都要听先知的呼唤 预备好自己 迎见 我们的神 我们来祷告 主啊 我们感谢你 你从始至终 爱我们 宽恕我们 从来不嫌弃 满身污秽的我们 在古代 你派遣先知 要唤醒悖逆的 以色列人 之后 你派遣了你的独生子 耶稣基督 降世为人 救赎我们 我们深知 我们不配承受着浩大的恩典 我们也常常忘记了 在每日的生活中 跟从你 你却从来没有放弃我们 始终呼唤和等待我们 用先知书当中的话语 唤醒我们 愿意饶恕我们 等我们悔改 归向你 主啊 求你今天也兴起 阿摩斯这样的仆人 为主大发热心 勇敢地指出世人的弊病 帮助我们 在主的面前 谦卑下来 认自己的罪 从圣灵 得到更新 也成为神 你所喜悦的 忠心的仆人 奉靠 主耶稣的圣灵祷告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